张一林七县是西州及北斗乡亲 南北往返的重要道路 一年九十休 路面老旧回损 彰化县政府投入1133万元办理改善 保障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县长王惠梅与西州乡长江淑芬及北斗镇长 沿洪林十五日上午前往视察 感谢我们保障县长及北斗镇长及北斗镇长 代表主席与传理长 今天广东来关心到我们中100空气山 就是我们保障县长和北斗镇长的西盘 这是南北主要的道路 我们会为北斗镇长的道工路和北斗镇长的西盗路 因为等级十多年都一直没做改善 所以可以说路是老旧回损 会在我们美年正月来完工 让我们的乡亲进出有更好的环境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乡长 很严重地在欢迎我们的民众心声 和我们的传统心声 也感谢我们议长、府议长和所有议员 对我们乡亲的支持 我们这里有法度一次拿千多万的乡亲 来做我们相关道路的改善 很多村民跟我反映说这条路大概十多年没有路面修复 后来我们也跟县政府提报过之后 后来思考之后也刚好我们自来水 要做一个管路态换 所以很多校民说为什么工程这么慢 是因为我们怕说路修之后要做管路态换又不能做 所以我们才结合了两个单位来做这个路段的一个修复 那现在目前自来水公司已经管路态换完成了 我们县政府这边我们也跟他请求尽快在 今年的年底一定要赶快完成 因为这条路是包括我们西州很多的湘米 还有北斗大家南北来访的一个最重要的主要道路 本次改善范围从北斗镇斗公路120项口起 至西州相登山路三段路口纸 总长约有2.4公里 宽度约6.8至11.6公尺 并同时改善11处5号之路口滑舍停让标线 以及1处号之路口增设行川线等设施 让民众出入更加安全 公益频道林义俊 西州采访报导